为了让国小学童从小建立房灾避难观念 19号金山区公所就特别邀请金美国小学童 以及公共托老中心的长辈一起进行收容演练 要让灾害发生时老幼们都能够充分运用 临危不乱 也让房灾的观念更落实 每年公所都必须办理房灾演练以及避难收容演练 今天在金山区公所邀请到金美国小学童 以及公共托老中心的长辈 一起来进行收容的演练 地点特别选在公所四楼的会议室 也就是金山区公所第一处成立的避难收容所 为了要让老幼都更加清楚避难收容处所 特别将会议室完全打造成收容处所的样貌 就连出入人员管理都跟真的一样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特别在这里做一个收容的演练 因为我们公所是一个第一个成立的一个收容所 那我们集合不管我们是志工 我们华谷山或者说我们卫生所的一些志工们 来这边做所有的演练 那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平时把演练好 那任何灾害来我们都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从楼梯走上避难收容处所 透过避难APP为灾民建立资料与答案 为了控管人员进去都必须要登记 实地的演练从领务资到休息区还有用餐娱乐到心灵服慰 最后是返家 长辈与学童们一起体验 感受灾害发生时被收容该何去何从 演练对哪一站最有影响 沙谷山 沙谷山那一站 沙谷山可以让人比较安心 比较安心 那你刚刚吃到什么东西 绿豆汤 那所以在这边觉得很安全对不对 除了演练去公所也针对防灾避难 开了一个有奖真达的讲席 让国小学童从小建立防灾避难的观念 防灾从日常生活做起 待灾害发生时学生们也能够充分运用知识 临危不乱 照顾自己也照顾家人 让防灾的观念更扎根也落实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导